装备空军航空兵部队 装备该飞机的部队以承建制形成作战能力 在即将告别的2006年里 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一批先进的新型作战飞机成为军事训练和作战的主角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歼10战斗机 首批装备空军航空兵部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采用大量的新技术 新工艺 性能先进 用途广泛 歼10飞机分单座和双座两种 首批装备该飞机的空军航空兵部队 以承建制形成作战能力 对有效提高空军防卫作战能力 加快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 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 以上就会发生了新鲜的新鲜的新鲜的新鲜 直到新鲜的新鲜的新鲜 保持新鲜的新鲜的新鲜 明显 活动 明显 生产